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天竺葵的两种千叉繁殖方法 天竺葵是一种装饰性非常好的植物 开花的性能非常强大 如果温度合适光照充足的话 能够一年四季不间断地生长和开花 通过千叉方式来繁殖天竺葵 不仅可以带来较高的成活率 而且还可以带来成苗块、开花枣的优点 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 天竺葵的生长温度在15到25度之间 当环境温度在20度左右的时候 千叉成活率更高、生更更快 八区以上的花有基本上三四月的温度就能千叉了 七区以下的地方室内有暖气 可以在冬季或者初春在室内扦插 这两盆天竺葵是我入冬前从室外搬进屋内的 三月初的时候用水培和土培两种方法扦插了八颗 都成活了 扦插的枝条选择顶部长式粗壮 没有虫害清洗健康的枝条 从植株上截取长度为10厘米左右 上面至少保留三个以上的节点 下面也要保留节点给母本生长新枝 剪下的枝条最好有45度的斜切口 可以增加吸收水分的面积有利于生根 切插的枝条留三四片叶子进行光合作用 如果有花苞也要去掉 花会消耗植物大量的养分 我们还是让它集中养分来长根 水培的话最简单 直接放在水杯里 放置在温暖又阳光的窗台边即可 土培的枝条剪下后需要放置4-5小时 风干三口防止腐烂 现在的土我用的是输松透气的potting mix 土事先用水浇透 枝条下面至少有一到两个节点要埋在土里面 土里面的节点就是将来根长出来的位置 擦好后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土的表面 然后把花盆放在温暖又散光的地方 胶水也是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 中间无需任何其他管理 一个月以后我们来拔出小苗看看 此时的根系已经很发达了 中间也长出了新叶 再来看看水培的都也长根了 但是明显根系没有土培的发达 我把它们都种在育苗盆中 又过了半个月小苗更壮了 每一刻都成活了 此时如果天气合适 我们就可以移栽到户外了 或者种在吊栏中 逐步增加光照 用这两种方法 我们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开花机器 天竹葵很出生 如果您住的地方冬天低于零度 您也可以来到室内继续养护 或者直接连盆放入车库停水保存 还可以拔出来带根放入纸盒储存在地下室 第二年春天继续种入花盆正常凋水 一个月以后它们就会展现顽强的生命力 继续开花生长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